民国52年6月 台湾漫画周刊预告 下篇以海战探险为主题的 诸葛四郎新连载 叶宏甲请读者从三个题目中挑选名称 包括金银岛决战记 金银岛风云 以及大战金银岛 民国52年8月 四郎真平唯一海战背景的故事 大战金银岛开始连载 与海盗争夺夜明珠与宝藏 海上供逢战以耳目一新 更安排惊人的巨鸟 与金银洞祸的火山爆发当重头戏 为接下来的汉神系列揭开序幕 没有看过四郎真平的朋友请注意 诸葛四郎头上两个包穿红衣 诸葛四郎取自诸葛亮和杨四郎 代表聪明孝顺 四郎武功高强 机智勇敢是英雄的英雄 而真平的头上一个包 真平代表真诚平时 是最忠诚可靠的第二男主角 四郎真平是冒险犯难的好朋友 大战金银岛的故事中 在平定龙虎十箭事后 四郎等一行人沿着海滨回国 四郎救了被一伙海贼追杀的陆园外 但是陆园外的女儿却被海贼掳走 陆园外向大家说明 这是因他所收藏的一颗夜明珠 所引来的祸害 在与海贼的交涉下 四郎同意以夜明珠换回陆小姐 四郎命真平为交换代表 自己和陆小弟率领一队人 求水至海贼船边 趁着双方交换后大战的机会 爬上贼船 夺得一艘后用船上的火炮 击伤了另一艘船 陆小姐虽然救回 但是夜明珠却沉入海底 当晚陆小弟来报 海面的某处有夜明珠闪光 次日四郎率人下海 打捞夜明珠 同时上回败走的海贼 在重整人马后 由首领、鹿角、牛角 乘着六艘贼船 也来到此海域 在海盗船的炮轰下 四郎在海底寻得了夜明珠 冒着炮火 保护夜明珠安全上岸 海贼预备隔日早晨登岸攻击 但当夜 四郎先用炒船借鉴之际 假装用小船攻击海贼船 使海贼耗尽炮弹 海贼鹿角 清晨八线上岸 但仗着船间炮力 率领海贼乘着小船登陆 双方为了夜明珠展开了一场大战 林小弟和玉珍率领士兵放火箭 烧登岸的小船 在无火炮的支援下 鹿角只得率领海贼们 先退回船上 但人留在外海 此时京城所铸造的火炮正好遇到 四郎命人一夜之间架好火炮 在火力全开下一举轰尘了三艘海盗船 鹿角率领其余船只撤退 海贼鹿角放下牛角 率领一批人混上了岸 并且趁机赌获了沈少玉及玉珍 四郎营救不及 只好与海贼约定 在一个月后海上的某一个小岛 用夜明珠交换二女 在四郎和真平先后附近 督造战船时 另一批以一女首领为首的海盗 也来夺取夜明珠 真平及时赶到后 打退了女海盗 才得知两批海盗是为敌对 都是为抢夺夜明珠而来 如获两颗夜明珠 则可寻得大批采宝 之前海贼鹿角 牛角 一方原以抢得一颗 沈少玉和玉珍趁机偷取小船逃走 但迷失在大海中 是因为女海盗所救 被带到女海盗的巢穴 白云岛 魏国的战船在日夜赶攻下 终于完成 四郎率领船队 一约致海贼所指定的海艳岛 以夜明珠换服 但交换后才发现 二女为替身假猫 可惜夜明珠已被牛角抢走 海贼鹿角 牛角 比对两颗夜明珠 得知了财宝 在女海盗的盘踞地 白云岛 动用了全部船只和冰原去寻宝 四郎则依据所救海贼人员的指示 攻破了鹿角巢穴 黑云岛 也得知鹿角牛角正前往白云岛 故追随前往 途中 巧遇女海盗的船队 在四郎的分析后 双方跨甘丘为玉婆 免除了一场海战 女海盗也将二女还给了四郎 双方合作向白云岛死去 在海上救起了架小舟逃出来的海贼 向女同的报告 白云岛已被鹿角率人占领 而对方的船只众多不利正面攻击 在四郎计划下 率兵利用夜晚登上海盗船 突袭占领的其中三艘 并利用船上的火炮 集成了另外靠岸的两艘 这时海贼鹿角牛角 已在白云岛第二洞内 寻到了宝藏 准备搬上战船 四郎带兵登陆 双方引发了宝藏争夺战 此时岛上火山突然爆发 鹿角被火山的落石砸死 牛角抬了一箱财宝逃命时 因地裂开 跌入裂缝中毕命 四郎率军撤回船上 待一切平息后 海贼及财宝都永远埋在地下 成为了一场梦 而四郎完成任务 率领船队归国 大战经营岛 是夜红甲重新规划的江湖 安排诸葛四郎一行人 走入天远满框 天边海角 出场是全新的探险武侠漫画 依旧获得广大疏敏的支持 四郎真评的探险故事 将进入下一个里程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